膝盖弯曲时疼痛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石志斌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骨科主人医师 关节屈身活动疼痛 实际上和上下楼梯疼痛 在有一方面它是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 关节本身它是要提供一个正常的屈身活动 当屈身活动疼痛时 往往说明关节有疾病 那么关节由于它的构成很复杂 它有很多的结构构成 那么所以呢 疼痛也同样 它是有很多的疾病造成的 我们到底是因为滑膜来源的引起来的 在膝关节还是因为半夜板引起来的 还是因为韧带损伤引起来的 还是因为关节软过损伤引起来的 还是因为关节本来的关节功能 关节的这种结构有变异引起来的 它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老百姓有一个误区是关节疼痛 就是关节炎 这是急需要纠正的一个概念 好的 真的是 你是谁 我们现在开始 osen 我 已经